朋友们好 今天要做一次 梦亚山西里面的特色饼 这种饼的做法特别有意思 咱先和面 面里打一个鸡蛋 然后加油 放酵母粉 加水先搅成絮状 加鸡蛋加油 并吃的是酥的 揉成团 把面不用揉得太管滑 揉成团就行 把面 咱现在要去找俩中最关键的东西 很快就能收棒子了 咱需要的第一种关键东西就在这儿了 花椒叶 花椒叶的味儿可浓的 瘦瘦我们的都是一股花椒味儿 这就够用了 第二种关键东西就在这儿了 咱俩找的就是这种又滑又圆的小石头 看到这儿朋友们知道我要做啥兵了 其实要这种的了 这里够用了 小石头洗好了 花椒叶千岁 是在这里 小石头洗好了 花椒叶千岁 清水 面差不多发好了 多好的花椒盐放上 再放点盐 揉匀 一定要揉匀 擀成饼 稍微薄一点 这块厚度就差不多了 再杏花20分布 黑火预热小石头 很快中秋呀 咱蜂蜜中秋有活动 18发三斤 糟花蜜和洋怀蜜能混搭 洋怀蜜味道清甜 良性 适合经常上火 还有熬夜的朋友喝 糟花蜜味道浓响 吻性 适合咱女性朋友 还有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喝 品质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 每一滴都是完全粉盖成熟蜜 薄蜜度在43以上 喜欢吃蜂蜜的朋友 放心大胆去尝试 不要因为夹个底 就发蜂蜜不好 恰恰相反 咱的价格不仅实惠 而且咱的蜂蜜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跟大家承诺 如果派回去 没有你在其他地方买的好 我这跟我选择的不一样 有价 那就推回来 云菲国家承担 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派 搜索农家的效用 认准店铺名农家的效用 点进去 这样能选择 把中秋活动也要把发散 小石头的温度活适了 开始上饼 石头热烙饼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没见过 是不是特别有意思 这就是我家撒心里 我们弟弟道道的特色 石头饼 黄楼翻个面 两面紧黄就好了 扩素的 娇相十足 采石头烙出的病 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再加入花椒叶的香味 非常好吃 能捡到小石头的朋友 可以试试做 今晚视频就到这 咱们下视频见 咱们下视频